我們看這一題 這一題他說 已知單位體積鐵的重量 單位體積鐵的重量就是鐵的密度 與同體積水的重量 同體積水的重量 就是那個水的密度 它的比值是7.8 那水的密度我們曉得是等於1 單位是克 他問3.9公斤重的鐵的體積是多少 那我就曉得鐵的密度是7.8 那所以呢這個 鐵的體積 我們知道體積是等於重量 重量我們用m好了 上是質量 這個重量除以這個密度 因為這個密度 4等於多少呢 4等於重量 除以什麼?除以體積 所以體積是等於質量 除以密度 那現在的話m 這一個是 他說是幾公斤 3.9公斤 3.9 1公斤是10的3.4公克嘛 那除以呢 滴滴是7.8 好那這樣我把它除一除的話 就可以算出來 這個3.9 3.9 除以呢 7.8 可以整除啦 這剛好是一半 這是這一半 這0.5 乘以10的3.4公斤 所以是500 這單位是多少呢 單位是 這個單位是克 每立方公分嘛 這單位是克嘛 所以算出來的話 是立方公分嘛 所以是500立方公分 答案是500立方公分 我會想承諾 我會想承諾 和這個單位是克適合的